约翰福音第二章 第三日 在加利利的加拿有取亲的筵席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习 酒用尽了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 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 母亲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母亲对佣人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照犹太人捷径的规矩 有六口十缸摆在那里 每口可以乘两三桶水 耶稣对佣人说 把缸倒满了水 他们就到满了 直到缸口 耶稣又说 现在可以咬出来 送给管颜席的 他们就送了去 管颜席的尝了那水便的酒 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只有咬水的用人知道 管颜席的便叫新郎来 对他说 人都是先摆上好酒 等客喝足了 才摆上次的 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这是耶稣所行的 头一件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这世以后 耶稣与他的母亲 弟兄和门徒 都下加摆农去 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 犹太人的逾越洁尽了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看见店里有卖牛 羊 鸽子的 并有兑换银钱的人 坐在那里 耶稣就拿绳子 做成鞭子 把牛羊都赶出店去 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 推翻他们的桌子 又对卖鸽子的说 把这些东西拿去 不要将我付的店 当作买卖的地方 他的门徒就想起 经上记者说 我为你的店 心里焦急 如同火烧 因此犹太人问他说 你既做这些事 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拆毁这店 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犹太人便说 这店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 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 但耶稣这话 是以他的身体为店 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 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 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 过逾越节的时候 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 就信了他的名 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 因为他知道万人 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 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他怎么会被人们 对他寻臓的 终于... 你这回事 不是刚才你 那岁 都没有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